我覺得第一個打者是勢必要解決掉的 四壞球寶送 哇 這麼嚇死 現在是4比5 陳其風代表的是結束比賽的再見分 最近的手感又逐漸的發燙了 最後第一個打擊居然就出現了一個四壞球的寶送 陳其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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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現場的球迷除了看到延長賽之外 看到現在這一個時刻 就可以出場的時候再加收一段票價 跟坐公車一樣 你突起公車啊 我兩段四耶 這一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 不過是一個界外球 喔齁喔齁 就上了就抓速球做飛擊 可是現在他打的距離真的 從昨天確實是漸漸有 恢復他的一個身手 沒錯 力量是可以比較貫穿在球上面 哇 這個球他覺得很傲當 沒錯 從飛擊的動作來看 就要直接滿可惜的一個球 今天有一隻一人安打跟一隻三人安打 都帶有打點 這個球揮棒落空 來一個變化球 先走一個外角速球之後 然後再來一個變化球 的確有達到快慢交叉的一個效果在 陳進鋒生涯4-8的 再見全壘檔 昨天是第四支 是一支兩分炮 這時候一雷仗好跑著 這個球揮棒落空 三陣的陳進鋒出局 一出局接上來還有林鴻玉 過了一關後面還有一關 不過這個球確實也投得漂亮 沒錯這個紫插球出手的速度的時候 真的是跟紫球蠻類似的 因為以林樂平的紫插球來講 他是比較類似快速紫插球 因為他出去的時候 他或許掉的一個位置 不會下這個動向的位置沒有很多 但是他出手的一瞬間 其實跟紫球真的是蠻類似的 打擊輪到林鴻玉 今天的前面的四次打擊 有一個高飛犀生打 帶有一分打點 並沒有安打 過去的是連六場有安打 緊張的時刻 林鴻玉當然也有一棒 不要說把一壘上的鍾成佑了 甚至於把他自己都送回來都有這樣的一個條件 而且市隊因為只領先一分 也不願意鍾成佑再往前推進 這一球棒子忍住連續兩個壞球 兩個球另外選的都蠻有水準的 把自己的好球再設定得很固定 成佑對戰兩成六七的打擊率有兩發的全雷打 兩塊球之後想要做直球的設定 他們想到林悅平來了個滑球 所以這個揮棒的時間差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早了一點 球出現在是一號球兩壞球 一出去一再壘 那也做一個雙殺的步證 這部球偏高 去年到今年呢 在藍州桃園隊的部分呢 有打在一間全雷打的就是陳金鋒 陳金鋒在去年5月11號呢 也從蔡明慶的手中呢有過 所以打全雷打很不容易要打在一間紅 當然難度也是非常的高 這個球打到了三壘方向三壘手接球之後 先傳二壘再往一壘 就是一個大的混雷 比賽結束 最後師隊就靠著雙殺手臂呢 來結束了這一場 可以說是歷史性的一個延長賽中場 南八點統一師隊終於在第三戰時 爆了一箭之仇 5比4 擊敗了勁敵 LAMINGO桃園隊贏得了勝利